舞蹈表演结合影像创作形成创新的舞蹈电影剧 台北艺术节推出的早餐时刻作品 融合多媒体现场影音效果 让整出的舞蹈就像是末剧般 充满着无限想象空间的故事情节 舞者边跳舞还得边拿手持摄影机拍摄彼此的画面 搭配现场的音乐和及时的剪接内容 在投影机上呈现出像蒙太奇般的电影场景 台北艺术节的早餐时刻 是一出创新的舞蹈电影剧 这个跟一般舞蹈表演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我们特别用了多媒体 那我们用了很多 我们用了三台的摄影机 然后要舞者在现场做自拍自演的这个动作 在观看舞者肢体表演的同时 更能够在镜头上看到不一样的动作画面 形成有趣的双重对比 跟着电影剧情的脚本演出 让整出舞蹈剧就像是末剧般 充满着无限想象空间的故事情节 最后我们在讨论电影跟舞蹈 身体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不是需要讲话 那后来我们的决策就是说 我们就不讲话了 所以他的剧本的文字就拿掉 但是呢 他还是有这个非常强烈的剧场成分在里面 而台北艺术节今年的特色 就是跨国团队合作 台湾编舞家孙尚奇 找来三位不同国家面貌搅好的舞者 网罗芬兰的音乐家 英国的录像艺术家及剧作家 共同制作呈现出一场 拥有独特多层次的现场舞蹈电影剧 中假台北新闻李依儒采访不等